最终在与萧河的密谋下 决定由萧河出面去找韩信 骗他说 陈希已经被俘虏后处死 近在刘邦已经返回了长安城 召见大臣们前来出河 韩信是非常信任萧河的 因此就毫无尽心地来到了长乐宫 可他在长乐宫里并没有见到刘邦 见到的却是吕智 吕智对他说 皇帝知道了你与陈希共同谋款的事 让我杀了你 韩信说 皇帝曾许诺过我 我不死的你不能杀我 原来 刘邦在平平天下后 曾被韩信许诺过 在无种情况下不杀韩信 那就是 剑天不死 剑地不死 剑军不死 没有捆他的绳 没有杀他的刀 可吕智却早已在中世做好了布置 他让人用布匹丰富顶棚 就见不到天了 在地上铺满毯子 就见不到地 刘邦此时还在带地 想见也见不到 至于不用绳 也不用刀 那就更简单了 杀人的方式有很多种 他也安排了五十名供女 每人手中弄拿着竹签 作用竹签 把韩信给活活地刺死了 至此 打败了多少名将 和豪杰的一代兵仙 最终却死在了女人的手里 韩信死后 还被遗灭了三族 他原本只是一个不得知的小兵 只在萧和的举荐和担保下 一跃成为了汉军的大将军 从此封厚败相 最后 又是在萧和的密谋下 被履致杀害 正所谓是 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